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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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開始上課 我們的進度都落後 前面講來有沒有問題 有 好 現在我也沒關係 哪個地方有問題 這個41頁 41頁是不是 好好給你 這個 Jn是很少啊 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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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n這個東西 這是一個備受方形 你們公術沒叫過 忘記沒關係 這邊就有一個 它有一個這個有沒有 這個圖就是J 這是它的畫出來的圖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地方是它的β的值啊 然後這個上面是N N是0 1 2 它的值就不一樣有沒有 看那個N是多少啊 那你N怎麼來的 N這個地方不是散面群有什麼 這個N嗎 有沒有 所以這個 這個等於它的前面的係數對不對 Delta前面的係數對不對 係數有大有小對不對 那就看N的值和β的值來決定 就這樣就這樣啊 知道嗎 那我們β通常先固定 對β是先固定的 那就是N會變對不對 那你看看這個地方 這個N等於0對不對 這N等於1對不對 對不對 對不對 例如說我們說β是2 這β之後那你快點上來對不對 所以可以切到幾個值 可以切到Z0的值 Z1的值 Z2的值 Z3的值 對不對 就有一個值嘛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就是說 這個他們有一個對稱性在這裡呢 有沒有 那另外就是它的值 β如果小的時候呢 你只需要考慮到Z1就可以了 知道嗎 那β很大的話 那這樣你要考慮多一點啦 對不對 OK 那就這幾個性值就這樣而已啊 那還有負入2這邊 書本的負入2 稍微多一點東西 如果還不夠清楚 你去看公數嘛 好不好 OK 還有別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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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可以再講一下 411跟481 沒有問題啊 同學願意問問題 我是很高興的啦 417跟48是不是 對 41748是做兩種實驗 分開做兩種實驗 第一種實驗是什麼呢 喔 我們看來特標 第一個實驗是 固定什麼 那個 輸入信號的頻率固定對不對 那它的正乎怎麼樣 改變 所以我們做一個實驗 就是讓一個信號 叫做AM cos2πFNT 送進去哪裡呢 去產生一個FM的構型 對不對 是不是 然後第一個實驗是怎樣呢 你這 你人到的地方是兩個嘛 不是FM就是AM 這兩個詞 對不對 一個是正乎 一個是 一個是頻率嘛 然後根據這個兩個變化 像這個譜的話 就是跟這個 這個譜的話是 頻率是固定的 然後正乎改變嘛 去調這個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去調這個 這個詞嘛 對不對 是不是 調這個詞之後呢 去觀察那個 得到的那個FM信號 它的頻率 這個FM信號 所以說S of T 它的頻率嘛 看它皮膚會怎麼變嘛 這樣了解嗎 那就發現說 它的皮膚是 看你的β啦 β越大 那檔越大了 這邊就有不同的這個ΔF嘛 相對來講就是它的 代表它的頻率分布的範圍 大概的範圍 所以用Δ是表示 實際上呢 兩個Δ的外面還有一些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旁邊有這些東西 最後它的歸納出來 就是說有一個公式有沒有 這個公式就是 這個公式有沒有 知道嗎 這是第一個實驗啦 這個還是第二個實驗 第二個實驗的話呢 是這個頻率去改變 頻率去改變 那這個政府不動 那你會發現它的頻補呢 其實呢 不管你的Δ是多少 它的頻寬呢 都一樣 這個這樣都不動 都不動 所以ΔF不動 對不起 不是 我講錯嗎 講太快 那實際上旁邊都還有一些啦 有沒有 還有一些旁邊 都有一些小的在旁邊 比較小的 不是0啦 比較小 還會留一些在旁邊 這簡單講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頻補 除了兩個ΔF以外 旁邊還有一些 多出一些東西來 但是那個比較少 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樣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估計 大概估計說它的頻寬是兩個ΔF 加兩個MM 這是Cars他觀察出來的結果 這樣清楚有沒有 請問大家ΔF是什麼東西 等於什麼 K乘以什麼 AM 那這個ΔF基本上來講 它是跟頻寬有關的一個東西 頻寬有關的一個參數 對不對 那你可以看得出它跟誰有關 跟政府有關 對不對 特別是注意 你可以看那個公式 β大的時候呢 這個ΔF 這個頻寬呢 這個β很大的時候 這個頻寬 基本上大概就等於兩個ΔF 那β很小的時候 像寫 β延大一的時候 頻寬大概跟兩個ΔF 差不多 就等於兩個ΔF 那β很小的時候呢 頻寬呢 寫這裡 分位大概就等於兩個ΔF 或者兩個ΔF OK 這當β很急半的時候 很大或很小的時候 那一般情況就是 我們可以把它看成它的頻寬 頻寬啊 就是這個 這些都是 都有頻率成分嘛 實際上這個頻寬 就應該是從這個區 這個來講 從這一個區到這個區 比量要大一點嘛 這個也一樣 這是兩個ΔF 旁邊還有一些 那只是用經驗去觀察說 大概就等於兩個ΔF 加兩個Fm 懂意思嗎 但是我們的輸入信號 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才這樣子喔 這要注意 注意 這種情況才是這樣子 我們是假設輸入信號是這個 我們要送的信號是這個 就是我們講的 基頻信號m 等於這樣的時候 那這個 根據這個卡爾森的這個觀察呢 可以用這樣來判斷它的頻寬 大概需要怎麼大 當然這是不準的 為什麼一定是不夠的 因為旁邊還有一些看不到的 沒有畫出來 不是看不到的 比較小的 旁邊還有不還有 這只是一個粗略的估計 聽得懂嗎 那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這個Δ 像這個Δ會越來越大 水的β變大什麼原因 ΔF啦 為什麼水的β變化 因為AM在變嘛對不對 這個AM 再調整越來越大 這個AM如果是1伏特的話 那這邊是2伏特 這邊是5伏特啊 這邊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看這個公式 這裡有沒有 β等於ΔF比上AM 對不對 那ΔF又跟誰有關 是跟AM有關嘛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圖呢 那這個圖呢 它是 它這個是頻率固定 但是它的政府是改變的嘛 政府變 政府變 那β 政府改變 政府改變 那ΔF就上升嘛 那因為β就等於 ΔF比上這個Fm 這個上升了 那這個當然有整個上升了 β是上升了 對不對 那這個ΔF當然還不一樣啊 對不對 因為政府會 政府已經有改變了 但是這裡不一樣 這個政府是固定的 這裡 這個實驗呢 是政府固定 但是頻率是改變的 那但是政府 政府固定的話呢 這個ΔF就不變了 因為它是Kf乘AM 這個只是一個常數 就不會變化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它都一樣大 不管β多少 它就是一樣大 這個你看這個是 對齊這樣下來的 OK 還沒有問題 這樣會清楚啊 好險 清不清楚 我講清不清楚 好 那我們剛剛兩個 我們可以從這邊來解釋 解釋這個Pars的這個原則 就是理論上來講 它的頻率是無限大的 對 為什麼 有沒有誰可以告訴我 它的頻率是無限大的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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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個告訴你 N等於負線大到正無限大 這個值 這個值 這個值只能說它趨近 你不能從它等於0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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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理論上是無限大的 因為它包括 無限多的這個Sight of Frequencies 什麼叫Sight of Frequencies 就是這些旁邊這些 除了中間這個以外 旁邊這些都是Sight of Frequencies 對 這些都是 對不對 就是頻補的成分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在FC加ΔF 或是FC-ΔI 也就是說這個 像這個來講 這個FC加ΔF 就是說這個 這個兩個ΔF這個範圍以外的 就比這個大 或是比這個小 也就是說這個兩個ΔF之外的 這個左邊右邊這兩邊的東西 它的這些Sight of Frequencies 它Decrease directly towards zero 它降得很快 對不對 所以它的頻寬呢 是沒有錯 它看起來是永遠會比兩個ΔF大 但是大的 比它大的那個量呢 並沒有太多 就是說這些 旁邊這些量並不會很多 對 對不對 當然理論是無限多個啦 那這幾乎都變0了 就是說超過這兩個ΔF以外的這個範圍的 其實很少 所以呢 對於Small的這個β呢 這個 當β很小的時候 這個需要的頻寬就兩個Fm 因為這時候ΔF 原因小於Fm 好 那另外觀察當β大的時候 那就以兩個ΔF為主 所以就這樣推出這個所謂Cousins的這個路 Cousins 這是一種 這是一種估計的方法 我們再看第二種 第二種是根據這個表 這個表 那這個就根據β 它就實際上告訴你答案了 當β等於0.1的時候呢 它的頻寬就兩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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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β等於0.1的時候呢 它的頻寬就是2 乘以Fm 當β等於1的時候呢 就等於6倍的 就6倍的Fm 那種意思嗎 好 簡單講如果Fm是1000Hz 那我的β等於1的話呢 那我的頻寬大概多少 需要多少頻寬 6乘以1000嘛 6000嘛 注意它這個已經把你乘上去乘兩倍了 你不要再1乘2了 就是直接這邊就帶一個6乘以1000 那它這個怎麼來的呢 它是 什麼叫M Max 就是說 它去看這個有沒有 它去觀察這些高度有沒有 你看這個強度 政府的 不是政府 它這個就是每個頻寬成分的強度啦 它的這個值呢 超過 這個 也就等於ZnBeta ZnBeta 它的值超過0.01的 看有幾根啦 超過0.01 它的認為是重要的 那比0.01小的就 都把它丟掉了 不要了 就是說這個 Significant Size Frequency 就比較重要的這些 這些頻率成分的這個 去算這個 看這些有幾根是 有幾根是超過 它的那個政府 長度是超過0.01的 譬如說這個 Significant Size Frequency whose Amplitudes are all greater than 1% of the Unmodulated Carrier Amplitude 跟原來的那個 跟原來的那個 我們的這個 這個 因為我們用Fm的話 一定是讓它經過一個 進來會跟一個 一個信號 Fc嘛 這個 信號去做調變 那這個Fc就是這個 cos accos accos2π5ct 就叫做uncorrelated的這個 就是講這個uncorrelated的 carrier Amplitude amplitude就是這個ac 跟這個ac去比 OK 這樣清楚嗎? 實際上它是幫你算算這個表 你幫自己去算了 它已經告訴你 它告訴你怎麼算出來呢? 它是告訴你它的結果 它算出來的結果是這樣 那它的過程就是根據這個原則去算了 51頁這個原則 那這樣算出來的話 Transmission bandwidth 就是等於2m maximum 才能上Fm 就這樣子簡單 這是插標法 那達到結果當然會不太一樣 這兩個會有點不一樣 那這個這樣估計算大概這樣 就是說插標法的會比較大一點 那classes的會比較小一點 那就是說實際上比較合適的這個 這個頻寬大概就借這兩個中間這樣子 但是呢 基本上考試的時候可能就是說 會一般會要你去查表 然後你用Customs的路由兩個去查 兩個兩個都提供去考了 聽懂我意思嗎? 一般考試要你去查表 它用Customs的路由去把它算出來 所以你這兩個總共要會 知道清楚嗎? 有一個問題會不會用? 可以喔? OK 好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方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Band with an estimate for general case 什麼是general case 就是說萬一我們的輸入信號 不是這個cos 這麼簡單的東西的時候怎麼辦呢? 或是隨便一個信號進來 那怎麼辦? 它的頻寬怎麼伏輯? 因為已經不是cos了 隨便 我假設隨便說 有一個信號這樣子 那這是最大字 OK 好 假設它 它有一個頻寬 一個是時域 一個是頻率 那它得到的頻寬大概可以這樣估 就有兩個 它的頻率呢 齊爾的頻率大概就兩個 好 兩倍的這個delta F 加大V OK 那delta F怎麼算呢? 就是KF乘上A A M A M 這個AM是這個信號 你去查這個信號 齁 最高 它的值 最大的值是在哪裡? 就是最大的 就是AM 那也許 也許是這個地方嗎? 好 也許是這裡啊 取決類值啊 取決類值 公醫師嗎? 就是它的po起裡面 最高的那個點 最強的那個點 就是所謂的這個 AM 也許是我這邊寫的 KF M of T的maxima 它的最大的值就對了 這個信號的最大的值 這樣清楚嗎? 或是你可以用D去代表 2delta F乘上 D加D温基 D就是delta F除上W 就有點像D比上F M的意思是很像的 但是因為這不是政權波啦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要抓它的政府 一個是政府 一個是十億的政府 十億的政府 一個是平率的這個最大的平 這個最大的平 最大的平環 大平 最高的平率那個點 你知道嗎? 這算 這樣清楚嗎? 這是對任意的信號的時候是這個樣子 這你們也要會啊對不對? 要去觀察哪個量是它的最大值 然後平寬 平撲可能 如果能算是自己算 或是不好算老是就給你 你也要會用 會要處理這種general case OK? 可以懂嗎? 所以我給你波型 不一定是政權波那麼標準的 那你就去找它的最 十億最大值嘛 就再進去就是 好 這個量我們先看過去 因為這個量可能 看本是照這個順序 可是這個順序我是覺得不是很好 所以我會先看到後面去 去講然後再回到前面來 這樣會大家更容易聽得懂嗎? 那大家注意呢 這六十頁是講 六十頁開始講解條 解條我就不講你們 但是講一點你們 有興趣的方法可以跟我討論 這部分是比較複雜一點的東西 那我不講就不會考啦 就是到這個 這邊總共到十個這樣不考 其實到七十一頁就不考 OK? 好那這個量我也先跳過去 我們會再回過來講 我們現在講這個七十五頁這裡 注意喔 那這個標題叫做 Lon-linear effect in FM systems 我們看到肺線性就很感冒對不對 對不對 但是肺線性不見得一定是不好的事情 就這樣我們 我們 有沒有同學可以舉例 肺線性的這個性質幫我們做了什麼事情 有沒有誰可以告訴我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肺線性幫我們做了什麼事 是好的 那種是對我們有利的啦 好不止換一件事情 有沒有同學記得我們產生那個調變信號 有沒有用到那個二級級那種東西 有沒有 有沒有 對啊 那就是他利用肺線性幫我們做事 對不對 然後我們集中法不只有考一個Square law的那個detector嗎 有沒有 Square law是線性還是肺線性 是啊 所以不要逢肺線性就反 它凸顯的是壞蛋 看你用在哪裡 我們來看有兩種基本的這個肺線性的這個形式 第一個叫Strong 這東西如果聽老師講你就很容易了解 如果沒有聽老師你自己回家看書 你會有點痛苦 你買的東西 什麼叫Strong 什麼叫Week Strong是故意加進去就是… 這個肺線性性質對不對 要利用它 Introduce the intentionary 故意 好 就是要用它嗎 那Week就是說 我們不希望有肺線性 可是它發生了 這樣知道嗎 Arise due to imperfection 環境不好 環境有一些壞蛋在那邊搗亂造成的 非線性 非線性 我們正在要是線性的performance 那懂了嗎 Anyway Strong就是你要非線性的性質 你希望非線性懂意思嗎 Week就是你不希望非線性 你希望線性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底下就是考慮非線性 我們考慮的是… 我們要考慮的是這個線性 但是呢 它就偏偏發生非線性的 我們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我剛跳過去 在五十幾頁那裡跳過去是 那邊反過來是要用什麼 非線性 但是我先迫在這個地方先 先把這個基礎講好 再回去講五十幾頁 那就很容易聽得懂了 好 我們現在假設有一個 非線性的輸入輸出的關係 就是說Anyway 就是假設一個信號 經過一個非線性的系統 這是輸入 Vi是輸入 然後V0是輸出 那它這邊假設是三次方 這是一次方 這兩次方三次方 它有一個這樣的 非線性的一個性關係 好 那我們現在假設我們的輸入是 Vi是輸入等於 accos2πfct加5 of t 那實際上5就是這個東西啦 2πkf 積分0到tm m of tau b tau 這是什麼東西 你問誰可以告訴我 應該是分人性 分人性 分人性對不對 很好啊 你們這次其中考一定有考慮高分 每個問題都會回答 那我們把這個Vi帶進去這裡嘛 對不對 再整理一下 就得到這些東西嘛 對不對 這你們自己帶就可以了 我不用再黑板再去帶了 然後再把它稍微敞開一下 就得到這幾項嘛 好 等於1 2 a2 ac平方 請問這是什麼東西 這代表什麼 這項 從頻率的觀點這代表什麼 直流對不對 那再來一項對不對 這個我們係數先不管它 cos2πfct加5 of t 5 of t 5 of t 那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給fm的訊號對不對 那載波頻率在哪裡 是在fc嘛對不對 好 這邊這一項呢 4πfct加25 of t 那這邊有2囉 那這個 這邊的頻率在哪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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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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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沒有可能也許是一條線 電纜線或是電線或什麼 或是也許是空中 這Anyway它發生了一個飛行性現象就對了 這是一個通道 經歷的通道 那這個得到的這個 出來這個地方呢 就有剛那幾項對不對 那它有哪些東西組合而成呢 有DC Component 還有三個呢 Frequency Modulated Synchronous 有三個FM的訊號 中心頻率分別在FC、2FC跟3FC 哎呦 他們在野餐了呢 還是下午茶 沒有泡個咖啡來喝 肚子餓了哈 沒有關係 不要踩大聲就好了 不要影響到隔壁的同學的那個 他飛一點給隔壁的啦 不然看你們吃東西 他老是散到就聽不下去了 好像有時候有外賓來同學會比較認真一點 有外賓來的話 同學會比較認真 感覺好像今天比較不一樣 像你們在多邀請啊 幾個角落都放幾個 就像我講那個沙丁魚 你們有沒有講過這個故事 挪威的農漁夫去抓 抓那個沙丁魚 然後裡面放幾隻黏魚 你們有沒有講過這個故事 知道他就精神就很振奮對不對 就不會打色稅了 我們來看看這個結果 有這幾項 那這個這樣有一個 第一個是直流 然後再加上第二項 這個 西數我就不寫了 那這裡有一個cos sign fct 加 filt 大家先看這一項 我先寫1 大家看看第一項 他的平骨在哪裡 他的平骨有沒有同學可以告訴我 蛤 我們要看一下同學 那糖果吃最多的要上來畫平骨 有沒有 有沒有人電影上來畫 EFC為中心這樣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這個平換是多少 不是兩個DFF加上 兩個FM嗎 是不是這樣子 對 OK 好那DF等於什麼 DFFF 然後我們假設 M的T呢 他的 假設他一個 子叫NP 是他的最大子 然後呢 我們假設他的平骨是 就我隨便畫的哦 他的平骨是W OK D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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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 好 那再來稍微改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改成 不是輸入這個東西 就是說我們的m不只是cos 可能是任意的一個方形 那這邊變多少 W在這邊 就這個公式 OK 這樣清楚嗎 好 這是第一個的P幅在這裡 好 那第二個 也是一個 加上一個 點點點 cos 是不是 2乘以2πfc 加上兩個 好 那它的P幅會怎麼樣 當然一定是在兩個f7這個位置 好 重點是這個 到底這個多大 下面 這個到底多大 叫做VT1 好了 VT2 好了 等一下就是 這是VT1 VT600多少 這裏有一個2 你看 你被他圍婚之後 他還是跑出一個2來 嗯 這代表什麼意思 等一下他以為會是他的幾倍 變兩倍了嘛 不是嗎 我問各位一樣 順時頻率等於什麼 是不是在這裡面微分 對這裡面微分 對這裡面微分對不對 那你跟 對他微分 對到微分有沒有不一樣 會不會不一樣 當然會啊 因為這是兩倍啦 所以是兩倍嘛 對不對 那順時頻率變兩倍 那代表等一下他會變多少倍 也會變兩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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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地方 VT度會等於什麼 2乘以 其他兩個W 對不對 對著它們 喔 這是 CETA 加上 CETA 看不看得懂 我們的順時頻率等於 底面CETA的微溫 出於二拍 出於二拍之後 你得到這一個信號 第二個信號 第二個信號 它的這個 順時頻率等於2XC 加上2KFm of T 那Δ是多少 Δ是2KF 這是它的ΔF 這一塊 它的最大值就是等於 MP M of T的最大值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就去寫ΔF1 好了 所以呢你可以發現 怎麼樣 這是ΔF1 你可以發現這個 ΔF2 是不是等於2倍ΔF1 對不對 有沒有問題 喔 這個是 ΔF2 好 同理呢 第三個呢 第三個呢 第三個怎麼樣 那Bt數以呢 我就不要畫了 Bt數以來是什麼 兩個 兩個 這邊乘以三個ΔF2 三倍嘛 這邊 還有三倍的 這邊 裡面是三個ΔF2 三個ΔF2 這樣對不對 這樣對不對 OK 這樣也沒問題 可以 沒有喔 這邊要擦掉一下 這個位置不夠 先把它擦掉 所以這裡呢 所以這裡呢 這是Bt數以來 簡單講呢 F1呢 等於 這個 Fc 加上 Kf MVT 所以ΔF1呢 就等於 這個 Kf MVT 所以呢 Bt1呢 就等於 兩倍的ΔF1 加兩個W 同樣的道理 Fi2呢 等於 兩個Fc 加上 兩個 Kf MVT 所以呢 ΔF2呢 就等於 這個 兩個Kf MVT 所以等於 兩倍的ΔF1 好 那那個 ΔF數以 就在上面啦 沒地方放啦 ΔF數以呢 就等於 這個 三倍的ΔF1 這個 這 同理可 可推啦 同理可推 看清楚嗎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這個 現在得到這三個嘛 好 這個 這個 有這三個位置 就說我們的信號經過這個通道 送出去到對方那邊去 有三塊了 對不起 還有一塊是直流在這裡 還有一塊直流 那請問各位 我們要的是哪一塊 F7 或者是123的哪一塊 要不要直流 不要嘛對不對 要1R是2R是3 B嘛 那怎麼辦 就把23 就把23 濾掉就好了嘛 對不對 是不是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條件 我們要的這個Pen 可以 第一啊 可以怎麼得到 就把這個 F7 跟2F7 這邊的隔開來 這兩點 不要湊在一起就可以嘛 AB 這個A 這個B 我們只要A大於B 就可以了對不對 是不是 A點啦 A點大於B 那A點等於多少 A點是FC 加什麼 加上一個DeltaF 1 加一個W 對不對 因為這個的一半 這個的一半就在這裡 是不是 這是VT1 對 對不起 我是寫錯的 但是 B B大於A 好 倒過來 B大於A 那B是多少呢 B是兩個FC 減去 這個中間一半 一半是多少 就是這個 呃 貝尼韋這邊是 這邊到這邊是 呃 四個DeltaF1 加上兩個大便 對不對 所以就是 兩個FC 減去這一塊是多少 兩個DeltaF1 再減去一個W 對不對 要大於這個 A這點 好 A這點就是FC 加 DeltaF 加大便 嘛 弄那個F1 好 那的話就是說 這個FC 只要大於三個 DeltaF加兩個大便 只要這兩點不要重點 我們就可以用濾波器把這個取下來 是不是這樣子 OK 試想看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回 四 四 我暫時不用欸 好 謝謝你 好 謝謝你 好 不用不用謝謝 好 謝謝 好 拜拜 我待會花了兩分鐘把這一個部分稍微說明一下 那我們就可以用一個ban part clear的呢 就是把這塊刮下來 那我們得到了輸出就等於這一項 這一項 你看看這四項裡面就這個直流被濾掉 二跟三也濾掉 是要這一項 對不對 只要你的條件符合FC 所以這個FC大於這個 這個有提到 剛剛導出來這個 這FC大於這個三倍的ΔF加兩個大分 剛剛這邊ΔF不是F1 ΔF1 OK 那注意看呢 這個地方有什麼玄機呢 那我請問各位 這個信號能不能抓回來 現在 送到那個接收端 它等於R of T R of T R of T是這個東西 事實上是一個常數 它是 A1乘上A7加4分之3 A3乘上A7的三次方 括號 這是一個前面的一個係數 層上ΔF2ΔF7加4 那我請問各位個問題 這個信號能不能解回來 也沒有被破壞掉 我們請問大家 我們的信號藏在哪裡 我們真的要 我講解的信號是解解什麼東西 是解M 知道齁 我們要的信號是M 讓那個解回來是解M 不是 我說到FM 除了接到FM之外 我要把裡面的M的解回來 那M是藏在這個φ裡面 有沒有 對不對 在這裡面 這一項就是φ 那M在這個φ裡面 那我請問各位 這個φ也沒被破壞掉 有沒有 只要這一項是保持完整的 那代表這個信號是可以解回來的 注意看齁 這個信號M可以被抓回來 DETECTED Without Discussion 因為這個φ還是沒有 還是完整的 並沒有被破壞掉 所以就代表說我們的FM的信號 通過一個非線性的通道呢 只要你這個條件符合 F7帶來什麼什麼那個 然後你再用一個這個什麼 Band pass field就可以把信號抓回來 而且這個信號字 還可以再把它解回來 進一步解回來 也就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FM信號不怕什麼呢 非信性的現象 聽得懂我意思嗎 對不對 因為它經過這個非線性之後 它這個φ還在這裡 它根本不會受到影響 但是我請教各位 就是說 如果今天送的是M的信號的話 經過非線性會怎麼樣 可不可以 如果是政府條片的話 政府條片是指哪一塊 還是指這個 這一塊對不對 這一塊裡面有個A3 A的三字王 可不可以 蛤 政府不會受影響嗎 如果你是政府條片的話 信號非線性通道 你白是1 可能變成 兩弧特變成多少 弧特出去 如果是三字王變動什麼 8出去 這是你要的嗎 不是 所以 非線性的通道 對於政府條片是很不利的 因為它有政府的一個非線性在這邊 這邊看得出來嗎 這一項 但是FM不怕 你看看就是說 Average Modulation Average 你的Avity 就是指這個地方 政府的非線性呢 會帶來這個政府的施政 對這種政府條片的信號 你看這一項 但是呢 我們的Frequency Modulation 是不怕的 所以我們的Frequency Modulation 是被普遍用在哪裡呢 Microfair的Radio System 無線通訊系統 因為 在那個系統裡面 會用到很多的非線性的連接 跟Power Transmitter 這些 所以它不怕這個 15 我看到了是 因為我在上課 所以我還沒有回給你 我現在跟你談 因為我現在把課結束一下 不好意思 我現在還要在上 不好意思 就是代表說這個 因為這個 微波的無線通訊系統 還有這個 它裡面有一些高度的 非線性的放大器 跟這個Power Transmitter 這些都是非線性的元件 那你能不能用政府條片來 用在這個系統 可不可以 政府條片能不能用在這個系統 不行 因為它非線性 但是FN可以用在這裡面 它不怕這個非線性 那你了解嗎 重點在這個地方 就這一個地方是 這是 這個現象 非線性是對政府不利的 但是對FN是無所為 因為它摔在裡面 唱得好好的 沒事 平安 OK 好 那就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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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